路加福音第五章 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 众人应及他 要听神的道 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 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急往去了 有一只船是西门的 耶稣就上去 请他把船撑开 稍微离岸 就坐下 从船上教训众人 讲完了 对西门说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下网打鱼 西门说 夫子 我们整夜劳力 并没有打着什么 但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网 他们下了网 就劝住许多鱼 网剪歇裂开 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 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 甚至船要沉下去 西门彼得看见 就俯伏在耶稣西前 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 他的伙伴 西闭泰的儿子雅各 约翰也是这样 耶稣对西门说 不要怕 从今以后 你要得人了 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 就撇下所有的 跟从了耶稣 有一回 耶稣在一个城里 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 看见他 就俯伏在地 求他说 主若肯 必能叫我接近了 耶稣伸手摸他 说 我肯 你接近了吧 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 耶稣嘱咐他 你切不可告诉人 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 又要为你得了洁净 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 对众人做证据 但耶稣的名声 越发传扬出去 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 也指望 医治他们的病 耶稣却退到旷野 去祷告 有一天 耶稣教训人 有法利塞人和教法师 在旁边坐着 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 和犹太 并耶路撒冷来的 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 使他能医治病人 有人用褥子 抬着一个摊子 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 却因人多 寻不出法子抬进去 就上了房顶 从瓦间 把他连褥子坠到当中 正在耶稣面前 耶稣建他们的信心 就对摊子说 你的罪赦了 文士和法利塞人就议论说 这说健忘化的是谁 除了神以外 谁能赦罪呢 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 就说 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 或说你的罪赦了 或说你起来行走 哪一样容易呢 但要叫你们知道 人子在地上 有赦罪的权柄 就对贪子说 我吩咐你起来 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那人当众人面前 立刻起来 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 回家去 归荣耀与神 众人都惊奇 也归荣耀与神 并且满心惧怕 说 我们今日看见 非常的事了 这事以后 耶稣出去 看见一个睡吏 名叫吏卫 坐在睡棺上 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来 他就撇下所有的 起来跟从了耶稣 立位在自己家里 为耶稣大拜筵席 有许多睡吏和别人 与他们一同作息 法利塞人和文士 就向耶稣的门徒 发怨言说 你们为什么和睡吏 并罪人 一同吃喝呢 耶稣对他们说 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来本不是招一人悔改 乃是招罪人悔改 他们说 约翰的门徒 屡次进食祈祷 法利塞人的门徒 也是这样 唯独你的门徒 又吃又喝 耶稣对他们说 新郎和陪伴之人 同在的时候 岂能叫陪伴之人 进食呢 但日子将到 新郎要离开他们 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 耶稣又设一个比喻 对他们说 没有人把新衣服 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 若是这样 就把新的撕破了 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 和旧的也不相衬 也没有人把新酒 装在旧皮带里 若是这样 新酒必将皮带裂开 酒便露出来 皮带也就坏了 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带里 没有人喝了沉酒 又想喝新的 他总说沉得好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